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返游戏圈开始创业 新公司名叫Platica Platica总部位于以色列沿海城市 赫兹利亚 赫兹利亚 这次创业相当顺利 仅仅8个月后 Platica就被凯撒互动娱乐 以1.6亿美元收购 凯撒互动娱乐 Civa's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CIE是全球最大的在线博彩游戏公司 奇姆公司是一家位于美国的博彩娱乐巨头 CIE之所以看上Platica是因为后者当时的主要产品 是在线博彩游戏 游戏名叫Slow2Manual 这是一款在线老虎机类博彩游戏 最初人社交平台Facebook开发 然后先移到苹果和安卓上 也正是因此 它被称作社交博彩类游戏 与真实的博彩相比 Slow2Manual的特别之处在于 你可以购买虚底筹码 但是不能真正对钱出来 玩法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虚拟的老虎机 你不停的拍下按钮 等待好运出现 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 这是一个枯燥的过程 但对于热爱这类游戏的玩家来说 情况大不相同 这款游戏一上线就大获好评 作为一款发布1967年的老游戏 Slow2Manual累计用户已经超过1400万 而且热度始终不减 目前仍然雄剧Google Play 赌博类游戏创修榜达第一名 更恐怖的是 在Google Play 赌博类游戏的创修榜上 也就是用户付费最多的排行榜上 前三都是PlayDicket的产品 在苹果美国区 App Store Slow2Manual和同门在线游戏 WSOP还在赌博类游戏付费榜的第五位和第六位 总之这公司堪称是赌博界的腾讯上述游戏产品 并没有在国内的应用市场里发布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主推博彩游戏的原因 微信阻止了用户访问PlayDicket的网页 在PlayDicket的首页上鲜明地展示着这家公司的游戏属性 最少方就三个主要的标签 游戏 公司 招品 主要展示的 还是各种游戏产品 国外媒体在提及PlayDicket时 也都是怪异游戏公司 最大社交博彩游戏公司等名头 有这么多王牌的博彩游戏APP PlayDicket想不挣钱都难 2013年 这家公司的营收超过3亿美元 约人民币18亿元 并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移动游戏公司 同年 巨人网络营收3.89亿美元 2016年7月开始 已经从美股退市 借客分入A股的巨人网络 筹备以305亿元的作家 正式交PlayDicket并入巨人网络体系 54岁的史玉柱 自18岁的Verb Dependal Code 命运交汇在一起 不过这次收购 在证监会没能顺利过关 还被监管部门多次询问 而且此后一直没有实质进展 直到本周一 8月6日 巨人网络临时停牌 因为他们接获通知 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 审核巨人网络收购 PlayDicket一案 45年前营收旗鼓相当的两家公司 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差距 去年 PlayDicket收入77亿元 净利润20亿元 而巨人网络2017年的营收 29亿元 净利润12亿元 已经认识于自己的收购目标 而且与2016年时相比 巨人网络的口径也不同了 当年巨人网络谈起着 宗并购时 主要看网游珠海的概念 对外表示 海外游戏市场及休闲社交内游戏市场 是重要业务发展方向 如今还是同一个并购 做此改成了 巨人网络希望通过此次收购 加强起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化布局 嗯 怎么两年前使预祝想要收入账下的 一博彩类产品建成的游戏公司 现在摇身已变成为一家AI公司了 咱们继续说 创立8个月就被砍发互动娱乐收入账下之后 PlayTicket并没有退化成一个内部游戏工作室 反而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从2012年开始 PlayTicket展开了自己的连续收购行动 这家公司的CEO间联合创始人 Roberton Tocco说 他们找到有玄境的产品和团队 然后利用自身的营销 商业化和分析能力 来帮助被收购业务发展壮大 在PlayTicket下游戏中 还有几个特别基金的博台类明星项目 都是这么来的 比方说 Bingo Blades就来自2012年的一次收购 而第一个蜘蛛游戏 House of Fun 收购于2014年 这是PlayTicket创办以来的第四次收购 以及在以色列本土的第二次收购 迄今为止 PlayTicket至少已经去资3亿美元 收购了超过10家公司 这是一种套路 PlayTicket可能是看贵了游戏行业的 潮起潮落 所以并不追求下一个爆款 他们更愿意投注 在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 有潮潮生命力的产品上 过去20年你就在玩 未来20年你还会继续玩 并且根据数据反馈 不断优化迭代 可能这也是Zinger陨落 而PlayTicket半生至今的原因之一 不过经营博彩游戏 始终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风险 远的不说 就在今年4月 SlowTomania这种独特的免费模式 就在美国华盛顿周遭遇了诉讼 当然PlayTicket也在改变 2017年3月 PlayTicket引不到1000万美元的代价 收购了以色列广告公司 Editor 这家公司开了一款名叫Predictive的产品 能够帮助客户更好的在社交媒体 想管理他们的广告活动 Predictive被认为可以帮助推广游戏 2017年10月3日 这家公司赐数千万美元 收购了以色列游戏公司 Jelly Button 这是PlayTicket进行的实测收购 不同之处在于 Jelly Button 不顺略博彩业务 此前他们发布的两款休闲游戏 下载量超过8000万次 但也有蹊跷之处 在一份广外流传的中文报道中 PlayTicket 今年前3个月的净利热下降 被归因于通过DS&D Lab Limited 开展了对人工智能力 遇到战略性投资 招募了众多以色列 顶尖的人工智能领域科营人员 需支付一次性招募费用 也有最近的报道直接说 今年一季度 PlayTicket收购了一家 以色列人工智能公司 DS&D Lab 不过Google并不能搜索 出DS&D Lab的相关信息 也没有PlayTicket收购 这样一家机构的英文报道 至少两次会没有搜索到 而去年对于Editor的收购 也被一些中文报道 重新安排 在了2018年8月发生 我们继续来看 PlayTicket究竟怎样AI 中国证券网8月6日的报道中提到 据悉 在过去两年中 PlayTicket实施加大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与布局 对内 建立了人工智能部门 在开发人工智能分析和应用方面 投入大量资金 对外 成立PlayTicket Growth 接触 拓展不同行业的优秀公司 与合作伙伴 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 在与PlayTicket团队交流时 结合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提出未来发展建议 他认为 PlayTicket本来就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建议其不光作用人工智能改造游戏的业务 还要用人工智能去做其他领域的业务 未来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市场 PlayTicket 官网上 以色列总部正在招聘大数据工程师 数据科学家等岗位 要求音频者掌握一定的机器学习能力 至少在2014年 Antilker就不断强调 我们不是一家博彩公司 而他们的确也曾表示 可以将自己在货币化 分析 CRM等领具的专业能力 应用于博彩游戏之外的领具 上面提及的休闲游戏 就被当作一个例证 今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 PlayTicket高管 说 他们正在寻求多元化 除了游戏 还关注旅游 媒体 市场推广和电子商务等螃蟹 他们想找的有潜力公司 还要有非常频繁的交易发生 例如用户每天 每周都会付费 但PlayTicket似乎和人工智能还是有些距离 昨天8月10日 证件会本应审核巨人网络的收购案 在下午证件会发布公告称 因是极重大事项核刹 决定暂停该案的审核 但相关事项明确后视情况 决定是否回复审核 事情再一次先于停顿 完成之招聘量子为 正在招募编辑记者 工作地点在北京中关村 期待有才气 有热情的同学加入我们 相关细节 请在量子为公众号 PlayTicket 对话见面 回复招聘两个字 量子为 PlayTicket 投桥号签略作者 追踪AI技术和产品新动态 对话